各位同学大家好 最近有个小朋友跑来问我 假如他今天被坏人绑架到山上 坏人还把他的手和眼镜绑起来 他问我要怎么下山求救 我就建议他可以使用T路下架的方法来脱困 我们先来探讨看看刚刚的问题 看到画面中的小朋友了吗 他现在手被绑住了 眼镜也看不到 这时候他开始用脚来判断哪里是上坡 哪里是下坡 接着开始往下坡的方向走 知道走到平地这种方法就是T路下降 如果要用数学式表示的话 我们可以先利用一个函数来模拟这个环境 可以看到画面中的F 就是函数的名称X 就是输入 等候右边的则是输出 当输入为-2时 由于关系是平方关系 所以输出会是-2乘以-2等于4 以此类推 我们将所有点画出来 就会得到像这样的一个图形 知道了函数的特性后 我们继续来看看T路下降的数学表示与应用 假设我现在有一个预测温度的模型 预测今天的温度是30度 但今天实际上是28度 想要知道我们的预测模型准不准 我们就要来看它的误差量 我们假设预测温度是Y hat 实际温度是Y 将预测温度减掉的实际温度 就是我们模型预测的误差值 但当今天实际温度如果是31度的时候 误差值就会产生了负值 由于我们只想知道误差量 也就是和实际结果差多少量 因此我们可以在式子中加个平方向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再来看假设今天的预测模型是 f of x 等 x 加 28 我们使用这个模型来预测今天 明天 还有后天的温度 x 等于 0 为今天 x 等于 1 为明天 x 等于 2 则为后天 我们前面有讲到 误差量是预测值 减掉实际之后再取平方 以这个例子来说 也就是 28 减 30 平方 加上 29 减 30 平方 再加上 30 减 31 平方 因为有多组数据 因此我们要再除上 3 天的样本数 也就是 3 就可以得到误差量为 2 我们再将误差量的式子整理一下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其中的 y-hat 就是我们的预测结果 y 为实际结果 sigma 代表累加的符号 n 则是代表我们的样本数 那其实这个式子也就是 mse 均方误差的公式 可以看到我们先求误差 接着取平方后再取平均 所以叫做均方误差 这个式子我们也可以叫做 损失函数 Loss Function 就是用来看整个模型的预测 与实际结果的损失 接着看到我们的预测模型 y hat 等于 x 加 28 可以发现 其中唯一的参数就是 28 我们把这个参数叫做 a 改变这个 a 预测结果也会跟着改变 预测结果一改变 我们的损失也就变了 看到损失函数中有个平方向 所以这个损失函数和 a 参数的关系 就会长得和我们前面举例的函数 样子长得差不多 可以看到我的 x 轴 是代表不同的 a 参数 y 轴 则是代表不同的 a 参数对应到的误差 假设今天我的 a 粗子值落在这个地方 我就要想办法将这个 a 参数 优化到最小的损失点 那这是不是就和我们一开始举例的小片 有下山的例子相同 那我要如何用数学描述用角碳哪里 是下坡的这个功能呢 答案就是利用微分的方式来获取函数中的斜率 如果对于微分还不了解的同学 可以参考我们之前有出一期 专门讲解微分特性的课程影片 今天我这个点 微分很明显有个斜率是负的 也就是代表此时的点的函数走向是下坡 所以我就应该往前走一步 那么我的实质就会长得像是这样 其中的 a t 加 1 代表更新后的 a 参数 a t 代表当前的 a 参数 减号旁边的式子就是我们针对损失函数中的 a 参数 进行偏微分计算斜率后的结果 所以可以看到 当偏微分斜率为负的时候 a 参数就会变大 相反的 当偏微分斜率结果为正的时候 a 参数就会变小 透过这种方式 就可以将 a 参数优化到最小的损失 但是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我如果想要控制每一次的更新幅度呢 也就是说 控制每一次跨出去的不长 如果想要控制 我们就必须要在偏微分的结果前面 再乘上一个 α 这个 α 也叫做学习率 也就是用来控制我们 a 参数 每一次要更新多少的控制参数 其中这个 α 参数啊 它的设定也是大有学问的 不同的 α 参数 会让 t 度下降的结果不同 可以看到 当我学习率色太大 可能会造成 a 参数在优化的时候 产生震荡 也就是优化到最后 会因为跨的不长越过了最佳节 导致的震荡 再看到如果我今天学习率色的太小 也会有问题 也就是说 我跨一次一次跨的太小步了 那么将会导致 我的整个优化结果 会变得非常没有效率 因此 选择一个适合的学习率 也是机器学习中 优化参数的一个重要环节 那这小朋友问的问题 实在是蛮有趣的对吧 最后我想还是留个小问题吧 有没有同学想到有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让学习率自由变化 来让参数达到更好的优化效果 想到方法的同学 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 我们下次见